下面我们使用离屏的converse技术来创建放大镜的效果 那么大家在之前创建水印的时候 已经大概掌握了离屏converse技术 首先呢我们就需要创建另外的一个converse 我管这个converse叫offconverse 那么这个converse是用户不可见的 所以呢它的display我设置成了 相应的对于这个新的offconverse 我们就需要来获得它的这个画布的对象 以及相应的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我将它称为offconverse和offcontext 下面我们具体来布置一下这个offconverse 也就是离屏画布的具体内容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离屏画布内 应该放置的是一个分辨率非常大的图像 在这里呢我已经在这个工程中加载着这个imagelarge.jpg 而在用户可以看到的这个converse这个屏幕上呢 则放置的是一个普通尺寸的图片 在这里呢为了节省资源 我只加载一张large的图片 而用户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converse中呢 加载的是这个large图片的一个缩放板 所以我在这个image上呢这样写 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加载一个图片就好了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offconverse 我们还没有设置它的尺寸 那么事实上呢它的尺寸应该和我们加载出来的 这个图片的尺寸是一致的 所以呢我在imagelow的完成以后 再做一个设置 offconverse的vis呢 等于这个图像本身的vis 相应的offconverse的hatch 等于这个图像本身的hatch 这样一来offconverse的尺寸 就是原始的这个图片的尺寸 那么相应的非常简单 这个offconverse上呢 直接只要捉image 把整个image在00的位置 原始尺寸的显示出来就好了 我们在具体制作放大镜的效果的时候 只需要从offconverse上来寻找相应的图像的位置 然后把它放到用户可以看到的这个converse上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属性需要设置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放大镜究竟是以几倍的尺度 对这个原始converse上的图像进行放大的 为此呢我们设置一个新的变量 我将它呢叫做scale 对于这个scale呢 它实际上就应该是这个offconverse的尺寸 除以原始的这个converse的尺寸 我们这样进行一个计算 当然了在这里头 用户看见的这个converse的这个值 我设置的是一个定值 而且呢对于这个图像呢 我保证了image large的这个尺寸呢 是这个原始converse的一个整数倍 那么这些呢都是被我的设计标准固定住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只需要让它们的宽度 这一个维度相处就好了 那么如果你的程序更加灵活的话 或者需要应付比如说用户上传的图片 它们的尺寸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的话 在这一步呢还需要处理更多琐碎的这个边界的情况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为了展示功能的实现 把这些部分呢都掠去了 下面我们要具体的绘制这个放大镜了 那么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鼠标事件中 当 almost done 这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 也就是鼠标左键点击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converse上 绘制一个放大镜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设置一个新的函数 我感觉这个函数呢叫做 draw canvas with magnifier 也就是说我们要绘制整个的converse连带着呢 画一个放大镜 对于这个函数呢 我设置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不耳直 也就是说我们究竟是不是要绘制这个放大镜 大家可以想象当 almost up或者 almost out的时候 我们这个图像上不需要绘制放大镜 那么这个参数呢就传force就好了 而第二个参数呢我们传入的是 如果我们绘制这个放大镜的话 我们在哪里绘制 那么之前我们介绍的 计算出了这个鼠标点击的位置point 我们把这个参数传进去就好了 那么相应的大家可以想象 在鼠标移动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绘制一个带有放大镜的这个converse 而当鼠标的左肩释放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下整个的converse 但是此时呢 这个放大镜不用再绘制了 我们直接传入第一个参数force就好了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不写 在javascript中呢就会认成一个undified 一会儿我们在具体实现这个函数中呢 当这个值为force的时候 也不会使用这个第二个参数 那么同理当unmouseout的时候 也是我们调用一下draw converse with magnifier 传入的这个board就是force就好了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实现一下 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函数 draw converse with magnifier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头有两个参数 不管第一个参数名字呢 叫做it show magnifier 就是是不是要画这个放大镜 第二个参数呢是如果画的话 画在哪儿point代表一个坐标值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重绘整个convers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使用clear rect 把整个converse画布清空一下 之后呢 再使用draw image这个方法 将这个image用converse这个大小绘制在画布上 之后的逻辑就是要判断一下 我们刚刚传进来的这个it show magnifier 是不是真 如果这个值是真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相应的绘制一个放大镜 那么在这里呢 绘制放大镜呢 我再制作一个函数我管这个函数呢就叫做draw magnifier 这个函数只传入一个参数就是在哪里绘制放大镜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it show magnifier是false的话 那么这个point不会被用到 下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来具体的实现一下这个draw magnifier 这个函数了 我们在这里先实现一个放大镜的简单版本之后呢 再对它进行优化 我们先考虑一下要实现这个放大镜 我们需要计算什么样的参数 那么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 那么相应的我们就要计算出在放大的图像中 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放大图像的那个位置 那么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值是非常好计算的 我设置了这样的两个参数 就是image large的cx 这头这个c呢是center的意思 因为我们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一个中心的位置 那么相应的我想计算出来对应的大的图像的 这个中心的xy坐标 就是cx和cy 这个cx和cy就应该是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的xy的值乘上scale 也就是把这个坐标放大scale这么多倍 计算出这个位置坐标之后 下一步呢 我们还要设置一下 我们这个放大镜呢 想显示的是多大的 那么这个放大镜呢 我给它设置一个半径值 我管它叫mr 就是magnifier的这个radius 那么这个值呢 我把它设置成200 那么在这个简单的版本的放大镜呢 我们先把它设置成是一个正方形 大家可以想象 那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计算出这个正方形的左上角的坐标 以及它的长和高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想调用JourImage的第三种调用方法 八个参数的 也就是把offconverse中一部分图像映射的画到用户可见的这个converse的图像上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我们需要计算一些参数 首先呢就是source图像的x和y的值 那么相应的这个值呢 就应该是我们刚刚计算的这个center的xy的值 再减去我们刚刚设置的这个半径值 那么在source图像上这个正方形的大小呢 应该就是二倍的这个半径值这么大 那么把它映射到用户可见的这个converse 也就是destination的这个图像的什么位置呢 那么是用户鼠标点击的这个坐标点 再减去这个半径值这个位置 相应的在destination的图像上 对应的正方形的长和高呢 也应该是二倍的这个半径值就好了 计算出这些参数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一次JourImage的函数 那么这个调用过程呢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将offconverse上从sx sy这个位置开始 长和高分别是二倍的m2 这一部分的图像复制到用户可见的这个converse 对应的这个context的dx dy这个位置上 长和高也是二倍的m2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设置完成了一个简单的放大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程序正确的显示了我们的这张图片 当我点击鼠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的放大镜 就这样绘制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酷 那么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已经离我们最终的目标只差一点点了 我们在下一小节介绍一下 如何将这个正方形变成圆形 我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小节目